首先非常感谢大家长时间以来 对我们赵旅说事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想给大家一点福利 我们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套书 就这一套看懂世界格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送书两个字 到赵旅说事公号中 来了解一下详情吧 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很多人都说 韩国是一个特别执着的国家 很多韩国人都有一种 类似于偏执狂的执着 他们要废出汉字 他们把很多中国的东西 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去申移 甚至您知道吗 韩国对于很多地理学名词的命名 都有着偏执狂式的执着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给大家放的这幅地图 这幅地图是一片海域 这片海域有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 它位于日本韩国俄罗斯之间 这片海域一两百年来 一直被称为日本海 可虽然叫日本海 并不代表这片海洋是日本的内海 也不代表这片海域有主权归属于日本 这个很正常啊 世界上有那么多片海 咱们知道南海其实又被称为南中国海 世界上还有缅甸海 孟加拉湾 新加坡湾 甚至一个大洋都被称为印度洋 可并不代表叫印度洋 印度洋就归印度 也不代表叫孟加拉湾 孟加拉湾就归孟加拉吧 所以啊 日本海并不属于日本 这是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清楚的 可是即便在这样一个常识性的地理学名词上 韩国人都要争一争 怎么争呢 几十年以来啊 韩国不断的在国际航道组织的大会上要求更名 甚至给每一个成员国有七十多个成员国 挨个写信陈述韩国的立场 韩国的立场是什么呢 韩国说那片海不能叫日本海 那片海要叫做朝鲜东海 当然如果不能把朝鲜这两字带上 怎么的你也得叫东海 不能叫日本海 韩国人还说 如果实在不行 你至少也得把那片海叫做东海日本海 用两个名字标示 我们就是不想叫那片海日本海 韩国甚至还拿出证据 说这片海叫日本海 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 我们韩国历史上几百年之前 可不叫它日本海 韩国说的似乎有一定道理 可是咱们也清楚啊 世界上那么多地方 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战乱 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朝代 对于名称来讲 确实有不同的叫法 可是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以后 国际社会对于一片地方的命名 已经有一定的规则 那片海叫日本海 已经是经过多个国际组织 一两百年的认可和约定俗成了 就在这个小事上 韩国还要争一争吗 韩国要争 韩国说了 说这片海当时被命名为日本海的时候 是我们整个韩国和朝鲜被日本并吞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是日本殖民地啊 我们哪有发言权啊 所以我们错失了在国际上发言的机会 现在我们韩国独立了 我自然要征回我当时的权利 所以几十年来啊 韩国就一直弃而不舍的说 那个地方不能叫日本海 韩国甚至还举例说 说原来啊 世界上90%以上的地图 标注那个地方叫日本海 自从我们韩国提出异议之后 现在已经有27%的地方 不把那块地方叫做日本海 而叫做东海了 当然了 因为韩国所有自己国内出的地图 它都标注东海 它可不地图的量就上来了吗 对于韩国人这种子猪必较的精神 我真是不知道应当欣赏它对呢 还是批判它对 但是我可还知道一个事啊 韩国可不只想把日本海 改名叫朝鲜东海 韩国其实也说了 目前中国命名的东海 又叫东中国海那个地方 其实也不应该叫东海 应当叫朝鲜西海才对 没错 对于韩国人来讲 所有的事情 就是它一步一步蚕食的 只要有一点机会 它就一定要发扬到自己名下 是什么事啊 是什么事啊 对于韩国人来说了 是什么事啊 是什么事啊